真言 第八章 智慧起步呼唤 聪明起步扬声 他站立在十字路口 在道路旁高处的顶上 在城门旁 城门口 入口处 他呼喊 人啊 我呼唤你们 我向世人扬声 愚蒙人啊 你们要学习灵巧 愚昧人啊 你们的心要明辨 你们当听 因我要说尊贵的事 我要张开嘴唇 讲正直的事 我的口要发出真理 我的嘴唇憎恶邪恶 我口中的言语都是公义 并无奸诈和歪曲 聪明人看为正确 有知识的 都以为正直 你们当领受我的训惠 胜过领受银子 宁得知识 强如得上选的金子 因为智慧比宝石更美 一切可喜爱的 都不足与其比较 我 智慧 以灵巧为居所 又寻得知识和智谋 敬畏耶和华就是恨恶邪恶 我恨恶骄傲 狂妄 恶道和乖谬的口 我有策略和健全的知识 我聪明 又有能力 君王借我治国 王子借我定公平 王公贵族 所有公义的审判官 都借我掌权 爱我的 我也爱他 恳切寻求我的 必寻见 财富和尊荣在我 恒久的财宝和繁荣也在我 我的果实胜过金子 强如纯金 我的出产超乎上选的银子 我在公义的道上走 在公平的路中行 使爱我的承受财产 充满他们的库房 耶和华在造化的起头 在太初创造万物之仙 就有了我 从亘古 从太初 未有大地以前 我已备立 没有深渊 没有大水的泉源 我已出生 大山未曾奠定 小山未有之仙 我已出生 那时 他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 并世上头一撮尘土 他立高天 我在那里 他在渊面的周围 画出圆圈 上始穷仓坚硬 下始渊源稳固 为沧海定出范围 使水不越过界限 奠定大地的根基 那时 那时我在他旁边 为工程师 天天充满喜乐 时时在他面前欢笑 在他的全地欢笑 喜爱住在人世间 孩子们 现在要听从我 谨守我道的 有福了 要听训会 得智慧 不可弃绝 听从我 天天在我门口守望 在我门框旁等候的 那人有福了 因为寻得我的 就寻得生命 他必蒙耶和华的恩惠 得罪我的 害了自己的生命 凡恨恶我的 喜爱死亡